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最近是感冒高发的季节 感冒之后很多人都是鼻子堵,呼吸不畅 流清鼻涕,打喷涕,发烧,非常的难受 今天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两个想方法 如果你学会了,以后在生活当中再遇到感冒 就能够及时的在感冒初期加以应用 那么就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 不给感冒留下发展的机会 下面大家一定要用心的学习一下 第一个方法是按揉感冒穴 在我们的手上有一个感冒穴 它对我们普通感冒非常有效 对流感也有作用 男女老少的感冒都能用到它 感冒穴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位于我们的第三手指和第四手指交汇的骨缝处 两手指最突出的骨关节中间的包陷处 这个位置,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在第二手指和第三手指的中间 当我们用指甲用力的按下去的时候 会感觉到有酸痛感 这个位置就是了 这两个点 感冒穴有截表发汗的作用 感冒发烧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怕冷的不出汗的 双手 食指和拇指同时按揉感冒穴 按揉之后很容易发汗 大概按揉三分钟 呼吸就会感觉顺畅很多 最好是同时能够再喝点热水 或者是用热水泡泡脚 发汗会更快 身体一出汗 鼻子也就通气了 身上就非常的轻松 感冒也好了大半 而且呢 感冒穴不仅对感冒引起的鼻塞有用 平常的鼻炎引起的鼻塞也有用 鼻塞难受的时候 感冒穴一天可以多次按揉 每次两到三分钟 第二个方法是对搓大鱼剂 或者是双肌大小鱼剂 也能够起到防止的效果 大鱼剂在我们手掌 大拇指的指根下方 往下一直到掌根的部分 伸开双手 你可以看到手掌的下方 有明显的凸起 比较厚的这一块 就是大鱼剂了 把你的双手呢 这样交叉握在一起 然后使劲的对搓大鱼剂 搓到感觉大鱼剂皮肤发热 然后放在鼻翼的两侧搓上十几下营销 再重复的搓大鱼剂 营销就是我们鼻翼两侧这两个点 再搓营销 就这样重复个几分钟 可以很快的环节打喷嚏流鼻涕的问题 一天可以多搓几次 在这个期间注意休息 这就非常适合我们在感冒初启的时候使用 那小鱼剂在小拇指下方这个凸起的位置 双手的大小鱼剂可以互相扣肌 双手互相撞击100次 大鱼剂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撞击大小鱼剂对于喉咙痛 打喷嚏流青鼻涕 鼻塞咳嗽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在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呢 或者是感冒多发的季节 咱们双肌大小鱼剂可以非常好的补肺气防感冒 每天呢我们可以多做几次 搓一搓大鱼剂再撞一撞大小鱼剂 大小鱼剂和呼吸器官关系密切 不仅是在感冒的时候你用得到它 平时我们把两手的大小鱼剂轻轻的撞一撞 轻轻的搓一搓可以起到鼓舞废气预防感冒的作用 最近天气变冷了 稍微不注意一点 大家可能就会患上了感冒咳嗽发烧等等的问题 而且这时候的感冒很不容易康复 得了感冒之后至少要折腾个10天半个月的 非常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 而且身体也真的非常的难受 那在我们刚刚受寒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有些不舒服了 就开始用血位按摩 然后呢再用生姜25克切片 加水500毫升 煮开之后趁热喝下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再加一点红糖 也可以不加 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痛快的出点汗 好好的睡上一觉 第二天你保证就能够又生龙活虎了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